今天我們討論第十二條這條題目 它就說refer to the following half equation 兩條式 兩條半方程 第一條就是C2O42負 我們叫做草酸根離子 這個 structure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就畫給大家看 這個 structure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叫做 oxalate iron 草酸根離子 這樣就會react 就會變成兩個CO2 加兩顆的electron 這個 reaction 你會看到其實 它是在失敗的 兩個electron是在失敗的 那麼 失敗的electron 我們會稱為 Oxidation的反應 Oxidation 氧化 Oxidation 然後下面這裡 MNO4負 這個很typical的Oxidation 氧化劑 它就會跟八個H正 和收回五顆electron 就會變成MN2正 和四個H2O 你看到它是在 減到electron 減到electron 做一個reduction 我們就會說 MNO4負是一個OA C2O42負是一個RA 給大家參考 然後我們知道 這條equation 或者這條題目 應該是在問你redox 氧化還原 看看題目 問什麼 What is the minimum volume 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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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我們要怎樣做呢 其實你發現 一開始看到 Equation 它在問你redox 怎知道你們看完題目呢 它是將redox Crossover Exit and base 計數 那一課 那現在計些什麼 它要計算 KMNO4 有多少KMNO4 才能和 那麼多的 Oxidation completely react 我們要做的時候 第一步 一定要先寫 Equation 但是你可以 做一些 技巧 你不一定要整條 Equation 寫出來 因為這次 你只是玩兩個主角 一個就是KMNO4 一個就是Na2 C2O4 你玩兩個主角 所以基本上 你不需要寫 一條Full Equation 只要你知道 C2O42負 和MNO4負 兩隻之間 mode ratio 是多少呢 其實已經可以計算到答案 我怎樣可以寫回 Equation 上面是 加兩顆Electron 下面是 五顆Electron 五同意 先拿回LCM LCM是10 所以上面調色 我們就會把它乘以5 變回10 下面調色 我們就會把它乘以2 變回10 OK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 C2O42負 比MNO4負的mode ratio 這次mode ratio是多少 C2O42負乘5 就是5 MNO4負乘2 就是2 我們就知道是5比2 我們如果知道5比2的話 我們做這題目就簡單了 我們找回 究竟現在我們手上 有多少的NA2C2O4 先找回 Number of mole of NA2C2O4 我們先找回 先把M乘V 甚麼是M乘V 將Molarity 的濃度 成為Fullium 這次的濃度是多少 0.02 0.02 再乘15cm3 15 除1000 因為將它變回Dm 這樣按 記錄 0.02 乘以15除1000 就是3乘10 乘4mol 10 乘4 乘4mol 然後我們找到NA2C2O4的mol 下一步就透過mol ratio 找回MNO4的mol 這次的mol ratio 這次的mol ratio 是5比2 即是C2O4二負 是多過MNO4負 因為是5比2 所以這裏可以怎樣做 我們按照 3乘10 乘4 因為現在是5比2的關係 先把5 再乘2 簡單來說 乘2 為何要乘5分之2 而不是乘5除2 為何不是乘5 乘2 因為現在mNO4負 是少於C2O4二負 所以我們就除5 乘2 數是會小 mNO4的mol 是會小 3乘10 乘5 乘2 1.2乘10 乘4 然後 接著mol 最後 題目是問你 What is the minimum amount of Folium 現在你有mol 你有molarity 0.01 你想回 因為molarity是怎樣計的 molarity 就是等於mol 除以 Folium 你現在手上什麼資訊 第一 你有mol 第二 你有molarity 你有這兩個資訊 如何找回volume Change of subject mol除回molarity 所以 Volume of KMNO4 required 究竟需要多少 就是 將 Number of mol 1.2乘10 KMNO4 0.01 Molarity 0.01 按一下 除回 0.01 按到 0.012 0.012 記住 是Dm3 Dm3 因為 你計時 Molarity Molarity 的單位 是mol dm3 所以 你計算出來的 Volume 都會是Dm3 你怎樣可以把它變成Cm3 非常簡單 就是 乘1000 所以 就會變成 12.0 Cm3 答案 就是 B4 B4 OK 這條 做法就是 這樣 這條 就是把 Redox 和Exit 和Base 這兩課的概念 混在一起去考慮 2015年DSC 都問過類似的題目 大家都可以參考 MC 都問過類似的題目 做的時候 你可以聰明一點 不需要寫整條 整條 寫回 Mol RATIO 其實已經可以 計算到的答案 OK 所以題目 我們就講到這裡